众说蓝潭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。NBA季后赛全面拉开大幕,本赛季从常规赛起就有很多变化。东部开尔特人一家独大,由于热火和熊鹿的衰败,几乎可以肯定,开尔特人在总决赛之前遇不到太多压力,而尼克斯和骑士要么缺少核心,要么阵容配置不够都还欠缺火候。 西部这边,比如詹姆斯库里·杜兰特三位传奇巨星,随着年龄的增加,带队统治力在下滑,胡人勇士太阳也长期在西部六名之外徘徊,勇士甚至连季后赛都进不去。 相比之下,雷霆和森林郎快速崛起,打乱西部格局,作为未免冠军决金,他们采用跟随策略,到了季后赛才火力全开,胡人怎么都打不过。 作为被寄予厚望的超级豪门球队,快传在二月份一度登顶西部第一,但之后维持50%的胜率,又被雷霆绝金森林郎无情甩开,最终季后赛锚定独行下。 我想强调一点,主帅泰伦卢在常规赛最后两个月就着手在削减哈登的球权,这里的调整并不是减少哈登的投篮出手,而是减少哈登的持球时间,给小卡和乔治创造单打机会,哈登转变成投手拉开空间的角色。 其实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,哈登所在的球队,常规赛保底前四,这是哈登的能力和带队下线,但哈登从来都不是作为提升球队上线的标准,哪怕在18年火箭距离总冠军最近时,当保罗受伤后,哈登带队27中0,黯然出局。 暴冷一分吸败,意外三分吸败。快船悄悄下一盘大棋,这里我们举个例子就明白了。 常规赛收官阶段,快船一分暴冷,吸败爵士,哈登和乔治都首发,但当爵士直接派出第三阵容时,哈登和乔治也早早打卡。 那场比赛,泰伦卢着重演练了哈登的挡拆,以及乔治的单打,收效确实不错,这也为季后赛首场轻取独行侠埋下伏笔。 而季后赛第二场对阵独行侠,当小卡复出后,快船却意外三分吸败对手,丢掉主场优势,外界一片看人摔快船。 但我恰恰觉得,这次输球是快船触底反弹的节点。 这里有三个原因,其一,健康的伦纳德,一定是季后赛最具统治力的超级巨星,甚至可以去掉之一,猛龙带队夺冠履历,就是最好的说明。 用东七齐的话说,一旦到了季后赛,伦纳德攻防会全面提挡,和他交战这么多年,学到了很多,我们很难限制他。 伦纳德越早复出,对快船越有利,快船一定需要一个让伦纳德重新适应比赛节奏,让队友重新适应伦纳德的过程,挣脱到系列赛中后段,快船就会非常被动。 其二,哈登上赛季季后赛,面对开尔特人,一场45分3分绝杀,一场42分3分绝杀,但凡比得硬气一点,七六人早就近冬绝了。 本赛季哈登季后赛,场均25分8助攻,场均罚球7.5次,建立在场均只有15.5次出手的情况下,熟悉的哈登又回来了。 简单来说,泰伦卢对于哈登的重视程度,不会因为削减哈登的球权改变,反而是在保护哈登,减少哈登的消耗。 哈登当然知道本赛季对他的意义,他甚至不需要再进行挡拆,就往内线冲击,这就是他的态度。 保持208的效率输出,快船在西决之前遇不到绝境的情况下,哈登保底二轮,卡交组合保底西决。 最后一点,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保罗·乔治,伦纳德走上正轨,只是时间问题,哈登拿出态度,侵略性增加,请问谁是最大受益者? 一定是投射属性第二持球,单打角色乔治,他需要一个爆发契机。 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,快船本赛季客场战绩比主场要好,很多媒体和球迷都在说,是卡交组合的单打,葬送了快船的胜利,但要清晰理解一点,快船想夺冠,必须依靠卡交。 哈登当初在火箭时期,泡泡园区被胡人淘汰后,说过一句话,我只差一名关键球员了。 从火箭到篮网,从篮网到七六人,从七六人到快船,哈登他的态度就是找关键球员。 他知道,他自己也撑不起上线,他能做的就是串联组织,增加自己侵略性,然后最后时刻,把球交给他最放心的队友,这有错吗? 难道小卡低迷一场,就否定了他之前的全部成就? 泰伦卢这般大棋,从常规赛就开始布局,哈登作为其中一枚棋子,看起来泰伦卢在减轻哈登的地位和作用,实则早早谋划布局季后赛,毕竟哈登是下线, 小卡是球队上线。哈登完成了自己的任务,该牺牲就牺牲,该让出球权就让出球权,哈登为了拿到总冠军,肯定不会在意这些细枝末节。 小卡能重回赛场,对快船来说就是最好的消息,健康状态下的卡交组合就是哈登最大的依靠。 输球并不可怕,因为前进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,本赛季恰恰是快船最好的机会,小卡只要保持健康, 就真要恭喜哈登了。由于最后时刻的一些争议性判法,快船遗憾没能守住第二个主场, 带着一比一的大比分前往达拉斯,这并不是快船希望看到的情况。 不过,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现在的局面仍处于快船的可控制范围内, 虽然输掉系列赛,坚而有点让人意想不到, 但是柯怀伦纳德的付出,以及他在场上展现出的身体状态, 这更是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。 当快船提前发布球队的伤病报告, 称伦纳德的出战情况为出战成一之后, 多数人预期伦纳德是不会出场的。 快船这场输球,从结局来看,伦纳德挺尴尬的。 他不在的时候,球队赢球,而且还是酣畅淋漓的大胜。 结果他一回来,快船进攻开始便秘, 整体进攻一直找不到节奏,时常断电,关键最后还输球了。 然而,这场失利并没有像想象当中让快船那么沮丧, 反而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结局,并且比起赢球, 快船看到了他们最想看到的情况, 那就是伦纳德健康站在了场上, 同时他的身体状态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, 只不过就是没有进攻节奏罢了。 对于伦纳德的进攻,没有人太过于担心这个问题。 就连欧文都表示,一名球员想要在缺席接近一个月的情况下, 立刻复出并且打出顶级的表现, 这非常困难,甚至有点不切实际, 更不用说现在是季后赛阶段, 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远超常规赛。 而且考虑到防守端伦纳德给快船带来的直接提升, 整体来讲,复出首场, 伦纳德的表现是合格的, 至少快船输球,轮不到他来背锅, 因为快船整体大部分球员进攻效率都很低, 这和独行侠的调整有关。 除此之外,站在争贯的角度, 快船不仅需要伦纳德复出, 而且需要他尽快复出。 毫无疑问,能够等来伦纳德的回归一场失利, 并不会让快船感到恐慌。 事实就是,伦纳德打破了质疑, 改变了自己以往的风平。 短期来讲,当快船宣布伦纳德出战成一时, 没有人看好他会出战。 用一些球迷的话说就是, 大家不需要担心伦纳德会带伤出战, 在这方面,没有人比他自己更加谨慎, 如果稍微有一些问题, 他就不会出场。 类似詹姆斯等球星, 在出战成一的情况下, 大概率都是会出战的。 那么伦纳德一旦是出战成一的状态, 他大概率不会登场, 种种质疑声此起彼伏, 更悲观的声音认为, 伦纳德基本赛季报销了, 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, 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了。 然而,这些质疑声, 随着伦纳德站在了场上, 被彻底打破了。 毫无疑问, 伦纳德并不愿意坐在场边看着对手在场上竞争, 他希望能够加入其中。 之前无法出场, 确实是他膝盖不能正常运转, 一旦伤情加重, 可能赛季真的报销了。 而且他之前那种状态, 很容易在激烈对抗当中加剧自己的伤情, 选择继续观察是比较明智的决定。 在复苏之后, 伦纳德能够利用首轮季后赛来寻找状态, 输掉首轮的某一场季后赛, 这至少比在西部半决赛, 甚至更深层次的系列赛更能让人接受。 我听到了一些质疑者认为, 伦纳德打乱了快船良好的化学反应, 比如最后时刻他和乔治低效率的单打, 哈登接不到球的问题。 实话实说, 单从这一场球来看, 可能问题确实存在, 接近一个月没有出场, 队友之间需要重新适应,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但是谁都清楚, 快船的目标并不是首轮击败独行侠, 他们是一支把目标定在夺冠的队伍。 难道有人会认为, 快船能够在没有伦纳德的情况下, 一直赢下去吗? 毫无疑问, 只有伦纳德真正健康站在场上, 快船不管取得怎样的成绩, 才算是没有遗憾。 好了,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